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4年呢 法国的年轻的物理学家德布洛伊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德布洛伊就认为人们长期以来对光的研究 主要注重了光的波动性 却把光的粒子性给忽略了 而那人们对食物粒子的研究却呢 过多的注重了食物粒子的粒子性而忽略了它的波动性 然后德布洛伊在这种想法之下又做了一些推导 德布洛伊怎么推导呢 他把爱因斯坦的这个智能方程 智能联系公式E等于mc方 这个公式它和光子的这个能量公式 光子能量公式E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h乘以这个μ乘以频率 这是呢 我们说的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有质量 有速度推出来的能量 而这个呢 智能方程是光波里面这个能量 波的能量E等于频 普朗克常数乘以频率 他把都是研究光波的这两个方程做了一下连力 这一连力就得到什么呢 都是能量 所以得到mc方应该等于h乘以μ 等于这样一个值 然后这里边频率又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光速除以光的波长 应该等于c除上μ变成了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边左右两边都有一个光速c 所以把它呢 又约了一下 这一约以后就变成了左侧是质量乘以光速m乘以c 应该等于右侧h 比上那么大 这个那么大呢 是波长 这个式子里边 如果我们用一个动量p 动量用p表示一下 那p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质量乘以速度 对吧 所以呢 就是m乘以c 这里边这个mc就可以用动量去表示一下了 所以上面这个公式就变了 变成了p等于h比上那么大 看看 得到这样一个式子了 这是we从最开始一直推下来的 那么这个式子有什么特点呢 看一眼 这个左侧这个p啊 动量呢 它是一个粒子性的物理量 就是表示粒子性有动量物质应该质量乘以速度 它是一个表示粒子性的物理量 而右侧呢 波长克常数除以这个波长那么大 那么它呢 它应该这个波长啊 应该是表示一个波动性的这个量 表示波动性的量 所以呢 通过这样一个式子 就把表示一个表示粒子性的物理量 和一个表示波动性的这个这个量 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数量关系 这是we他认为的 他认为什么呢 经过后面这么一个推算 最后呢 他得到这样一个式子 把上面是整理就变成了波长 波长那么大应该等于h除以p动量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式子 它总结出结论就是啥呢 就是具有动量为p的一个微观粒子 它应该具有波长为那么大这样一个物质波 就是呢 we他认为人们呢 对这个粒子性研究 过多的注重了 实物粒子研究呢 过多的注重了粒子性 忽略了它的波动性 然后呢 对光波这些研究呢 忽略了它的粒子性 又注重了波动性 实质上呢 这样对一个微观粒子来讲 它应该呢 具有这个波动性和粒子性 就是动量为p的这个微观粒子 它应该具有波长为拿不拿这样的一个物质波 这是德布洛伊得到的结论 它这么样的推出来了 那么1927年的时候 德布洛伊这种预言这个结论 就被电子演射实验给证实了 咱们来看一下 证实以后 我们把这种波 就德布洛伊推出这种波 称作德布洛伊波 这种物质波就最后呢 叫做德布洛伊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子演射实验 电子演射实验怎么做呢 它首先电子通过这样一个电子枪 这是一个高速发射的电子枪 电子呢 从这个电子枪发射出来 然后呢 这有一个很薄的晶体片 很薄的这个晶体片 这个晶体片的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光山的那样作用 然后后边 晶体片的后面呢 就有一个感光银瓶 我们把这个银瓶竖过来看 就这样画的一条线 然后后面这个方块呢 就是把这个银瓶啊 面对大家这样来看来 那整个过程呢 是这个电子在这种电子枪里面 高速的射出来了 射出一树 这个电子树 电子从里面出来 经过这个很薄的晶片以后 就发生了一个演射 演射以后这个电子啊 就就打到这个感光银瓶上来嘛 打上去 忽上忽下的就得到这样一点 最后呢得到 在感光银瓶上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 演射环纹 就是一圈明的 一圈暗的这样的演射环纹 这是我们做的电子演射实验 这里边呢 这个很薄的晶体片 我说了就类似于我们前面做光波演射 实验的那个光山 用电子枪发射出能量为 动量为P的这个高速的电子流 发射出去以后 通过这个很薄的晶片 以后再打到这个感光银瓶上 就得到了类似于一个这个 波长为南马达这样的一个 波长为南马达这样的波演射出现的 这个演射环纹 明暗相间的环纹 这样呢人们测了一下发现什么呢 发现知道了这个电子的动量P 然后呢又知道这个演射环纹 通过演射环纹之间这个距离D 就可以把这个波 是波长为多大的波 产生了这样的演射环纹 把这个波长南马达给它求出来 而这个动量和这个求出的波长南马达 刚好符合前面德布洛伊 它所推出的公式 就是说这个南马达应该等于H除以P 就经过这个实验 正好呢又保证了动量 又知道了这个波长 它们符合这个公式 就把德布洛伊前面这个预言呢 就给证实了 这一证实了 就能够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微观粒子 它应该具有玻璃二向性 就是它既具有波动性 也具有粒子性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特点 微观粒子的第一个特性 它具有玻璃二向性 我们说啊 从这个电子枪里面 往外发射这个电子 发射电子的时候 咱们想想把它慢一点的 这个发射 一个一个当中才说 就会发现 这个电子打出来一个 到感光屏上呢 有可能打到上面的部位 也可能打到下面的部位 就是这个电子 忽上忽下 忽左忽右 具体这个位置呢 我们测误不知道 就是说毫无规律 就是一会上一会下 一会左一会就 你找不到它的规律 在哪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呢 这一个一个打出来的以后 就显示出了这个 这个电子 它的粒子性 这就体现出了 它的粒子性 你找不到它的波动性 因为你看不到 具体这个波的环纹 颜色在哪里 我们说一个一个的打出来 这样看出的粒子 就显示它的粒子性 单个电子 显示出这个粒子 它的电子 它的粒子性 在这里边 下面呢 咱们再来讲 这个微观粒子的 第二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 我们说1927年 德国人海森堡 他提出了不确定原理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电子 一个一个打出来的时候 他可能呢 一会上 一会下 忽左忽右 忽上忽下 具体的位置 我们测不出来 这是它的粒子性的一种体现 那么海森堡 提出的一个不确定原理 也是这样 他指出 指出具有玻璃 二相性的微观粒子 不能同时测准其位置和动量 把这个测不准原理 我们用一个数学的式子 去表示一下 如果用ΔX来表示这个位置的不确定范围 具体的位置在什么样呢 位置上 咱们不知道 用ΔX去表示它的不确定范围 或者说误差 用ΔP去表示动量的不确定范围 那么呢 就有这样一个值 ΔX乘以ΔP 要大于等于H 普朗克常数 那这里边这个H 就是普朗克常数 前面我们在推导 德布洛伊波的公式里面 那个H 是一样的 都是普朗克常数 普朗克常数 H等于6.626 乘以10的 负34次方 交二秒 这个值呢 还是比较小的 根据这个不确定原理 因为我们一开始知道了 电子单个打的出来的时候 位置我们确定不了 互上互下 互左互右 但是时间一长 大家知道 很多个粒子不停的打 不停的打 就会在这个屏幕上 出现了这样的 明暗相间的环纹了 那么这个明暗相间的环纹 就把电子的波动性 给它体现出来了 这个我们说 这个明暗相间的环纹 它不是一个粒子显示出来的 而是很多个粒子 大量的这个电子 打到屏幕上 才显示出来的 因此呢 我们说 单个电子 它的统计性的结果 很多 一个一个的 单个电子统计性的结果 就是上面这个明暗相间的 环纹动性 就体现了 那么这种环纹 和光波的演示环纹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认为 这种环纹 是由电子的波动 产生的 电子具有波动性 这个环纹 就体现出了 它的波动性 单个电子 体现不出波动性 只能体现出粒子性 而大量的这个电子 它打上去的 才能够体现出波动性 或者说呢 大量粒子的统计性的行为 才把这个波动性 体现出来 那我们呢 也反过来就说 这个电子的波动性 是粒子性的 统计性结果 很多个 才表现出来 这种统计性的结果 还表明什么呢 表明 虽然我们不能同时测准 单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这个海森堡的 波动性 原理已经说出说明了 但是呢 通过统计性的结果 我们知道电子在哪个区域出现的机会多 在哪个区域里面出现的机会少 是知道的 统计性结果知道了 为什么呢 我们说电子演射的时候 有明暗相见的桓文 那么这个明文 就是电子打上去 出现机会多的区域 而那个暗文呢 就是这个电子出现机会 比较少的区域 所以通过这种统计性的结果 我们能够把电子出现在这个区域里面 哪个区域出现的机会多 哪个区域出现机会少 给它说出来 那这样呢 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 单个粒子的行为 我们研究不了 因为有不确定原理 我们测不准它的动量 也测不准它的位置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研究 它统计性的结果 对吧 我们知道哪个区域出现的多 哪个区域出现的少 那么最后我们把微观粒子 这三个特性总结一下 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于微观粒子运动特殊性研究表明 具有玻璃二层性的这个微观粒子 它遵循测不准原理 不能够用牛顿力学去研究 而呢应该去研究微观粒子 它的统计性规律 就是刚才我说的 你应该去研究这个粒子 在哪个区域出现的多 在哪个区域出现的少 是吧 根据一个特殊的性质 所以我们研究统计性的结果 既然也就是说 你要研究粒子 在某个区间里出现的多少 也就是说 要研究这个空间区域 最好怎么办呢 最好是找到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函数 利用这个函数的图像 图像究竟是什么样一个形状 它和你要研究这个区域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样呢 你所研究的区域 就正好是这个图 这个函数的图像 它们之间建立联系以后 你就可以研究这个函数了 那么我们说这个函数 就是微观粒子运动的波罕数 经常用希腊字母Psi去表示一下 通过微观粒子的几个特殊性 具有波粒二相性 遵循测试原理 还有呢 可以研究它的统计性结果 我们现在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因为要研究统计性结果 要研究某个区域 所以我们最好找个函数 这个函数用它的这个图形 去和这个电子出现的某 在空间出现的多 或者少 这个区域之间建立联系 后面呢 就把我们主要研究这个粒子的性质 归结为研究这样一个波函数 讨论这个波函数 这个波函数 就是微观粒子运动的 这个这个函数啊 就是微观粒子运动的波函数 就用Psi去表示一下 刚才呢 咱们把微观粒子的性质 给大家讲了 从微观粒子特殊性 咱们知道了 要想研究这个微观粒子 它的运动特性呢 最好是研究它的某个区域 同时呢 我们就用这个函数 去代表这个区域 那么我最后呢 我们得出来了 这个微观粒子运动的波函数Psi 那么这个波函数怎么解呢 咱们来看一下 讲薛定谔方程和波函数 1926年呢 奥地利的物理学家薛定谔 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方程 叫做薛定谔方程 那么解这个薛定谔方程 就可以把波函数Psi 给它求出来 薛定谔方程什么作用呢 就是来求解波函数Psi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薛定谔方程 这呢就是薛定谔方程的表达式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个薛定谔方程啊 它是一个二阶偏微分方程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个薛定谔方程里面 这些各种符号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在这里边我们说了 这个符号像叉子一样的 它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 或者说通过这个方程要求解的 这个函数 波函数Psi 这里面这个大E代表的是能量 而这个大写的这个V 是指电子 我们要讨论的微观粒子 它的势能 小M是这个微观粒子的质量 那当然呢 这里边这个π就是圆周率了 而这个小H呢 指的是普朗克常数 就是这里边 再来看 在薛定谔方程里边 那么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呢 它是偏微分符号 它就是说对分别 对这个质变量 XY或者Z进行求导 它和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速率里面这个D啊 挺相似 D呢 是对一个字变量进行求导 叫做常微分方程 那么呢 我们说对不止一个 对多个变量进行求导的时候 得到的就是偏微分 就这样一个符号 这样表示 那么这里边 这个符号 就是在上面 我们说加个这个 类似于平方的符号 注意这不是平方 这是二阶偏微分符号 二阶偏微分的意思 就是对你前面 求过一次偏微分的符号 再进行一次求导 再求一次偏微分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呢 这是薛定谔方程 这里面简单的一些符号 我们来 我们了解了 下面呢 我们就要是求到薛定谔方程 那这要说一句啊 在我们目的化学里面呢 这个薛定谔方程啊 我们只要求 知道如何解这个薛定谔方程的思路就可以 不要求你去解 等到物质结构的时候 会有老师专门领着大家去求解薛定谔方程 我们只要求你了解这个薛定谔方程 是如何求解的 求解过程中又引入了哪些量 它们的意义是什么 就可以了 咱们来看一下 如何求解这个薛定谔方程 大家如何求解这个二阶偏微分方程 大家都知道了 对于一个代数方程而言 比如说x加3等于5 这是一个代入方程 它的解就是一个确定的数 x求出来了 等于2 这很好求 而常微分方程呢 常微分方程这里只有一个字边量 x1平等于2x 它一求解的时候 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常微分方程 求解以后得到x 这是一个函数 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x方 当然这个呢 还不对 应该怎么说呢 常微分方程求解的 不是这样一个数值 一个函数 而是应该是一组函数 应该是x方加上一个大小的c 这个c代表的是一个常数 那么对于一个常数 固定的数去求导 这一求导等于0了 所以上面就变成这样一种方程 所以常微分方程求解的最终结果 你得到的是这样一组函数 一组函数 而且这是个单变量的函数 单变量求导 是指是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d这样求数 常微分 所以常微分方程反过来求解 应该是一组这样单变量的函数 那偏微分 偏微分刚才也讲了 它是对多个变量xyz进行求导的 所以偏微分方程求解以后 你就应该得到一组 关于多变量的函数 比如说f 然后后面这个函数里面包括xyz 这样三个变量在里边 这是偏微分方程求解结果 那么我们前面得到的这个薛定谔方程里面 它是对波函数ψ进行求解 求偏微分 然后呢 二节偏微分 所以很明显 这个波函数ψ 它应该也是一系列的多变量的函数 那经常呢 是三个变量 我们对x对y对z进行求导 所以这个波函数ψ 它也是多变量 这样一个函数 好 现在我们知道了 方程里面各个符号代表什么 又知道了 最后求出这个波函数ψ 解这个方程 它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函数 ψ 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 有x有y有z 这样函数 现在要想求解这个方程了 解一个方程 总有一些乙z的量 乙z某些量 然后去解这个方程 咱们看看 这个薛定谔方程里面 要想求这个波函数ψ 哪些是乙z的 这里边乙z条件 是这个电子 微观粒子电子 它的质量m是乙z的 同时 亥乙z这个粒子 它所处在这个原子核外 这个电子的势能 大V 也是乙z的 这两个条件 是乙z的 那么这里边不用说了 π和h 也都是一致的 然后去 在一致这样的条件下 求解薛定谔方程 就能够把波函数ψ 这样一个函数 给它解出来 在解除这个波函数ψ的同时 你我们呢 还能求解出 跟某一个波函数ψ 相对应的电子的能量e 也给它求出来 也就是说这里面e 是个位置数 你在求解波函数的过程中 也能够把对应着 这个波函数 它所对应的能量e 求出来 对你如果求出来的 不止一个波函数ψ 那么这个能量 就不止一个 每一个 每个能量和每个波函数 都是一一 对应的关系 在这个薛定谔方程里面 波函数ψ 很明显薛定谔方程 它是对这个变量 xy和z 进行偏微分的 所以说 我们解除这个波函数ψ 就应该是关于这个自变量xyz 这三个变量的一个多变量函数 就是我们说了 从这个 确定谔方程 我们分析能得到结论 下面就来看 具体的去求解一下 那么由于这个核外电子啊 是出在这个原子核的一个球形电场里面 在这样一个电场里面 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 这个核外电子 它的势能 聚到原子核 这个势能 是多少 这个势能等于多少呢 大V应该等于负的R分之ZE的平方 这是已知的 然后可以把这个已知项 带到确定谔方程里面 去求确定谔方程 先来看一下 这个电子势能项里边 这些都代表什么 这里边这个E代表的是原电核 所谓原电核 就是指一个电子的电量 这些 然后大写的Z 代表的是原子叙述 那原子就是说原子核 中间持子数 是多少 下面这个R 指的是你所讨论的一个电子 它距离原子核的距离 是多少 有了这些以后 把它带到去另个方程里边 去求解 那么求解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如果在直角坐标系里面 有这样电子 在某一个位置在某一个位置上 然后它距离原子核 我们以原子核为中心 然后这个距离R 它应该用什么表示呢 因为这有自边量 所以这个距离R 它应该正好等于 某一个电子 它的坐标 XYZ 它们三者 X方加Y方加Z方 开根号 就是R方应该等于 X方加Y方加Z方 这样求出这个距离R 大家可以回去画一下 所以它应该等于 根号下X方加Y方加Z方 把它带到薛定恶方程里面 我们就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变量 XYZ都同时出现在 失能项的分母里面 不仅出现在分母里面 而且它们还在根号下 以平方的形式出现了 这样的一求解的过程中 就变得很复杂了 这个过程呢 就很复杂 所以要想简化这个过程 我们怎么办呢 求求薛定恶方程 第一步就要进行坐标变换 也就是说 要把直角坐标系 给它变成一个求坐标系 变成求坐标系以后 那薛定恶方程截起来呢 就容易一些了 也就是说 把直角坐标系里面 这个坐标XYZ 都和球坐标里面 这个变量R Z之间建立联系 建立联系以后 就把直角坐标系 给它经过一个变换 变成求坐标系 然后去解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种变换是如何进行的 就是直角坐标系和球坐标 这个坐标如何变换 这是呢 我们说画的一个直角坐标系 然后这都是一个圆点O 就是我们说原子核所在的位置 空间某这个P呢 是空间某一点 我们要求它 它的坐标应该是XYZ 这是空间P某一点 这个坐标圆点O到P OP这是距离 那么这有一个OP匹 这个P匹点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O圆点到这个P匹点 这个OP匹这个线段 它表示的是这个OP线段 它在这个XOY平面 这个坐标平面内的投影 在这个XOY平面 这样一投影得到了P匹 这样一点 或者说P点 在这个平面内的投影 得到P匹 然后这样一连得到OP匹 这样一个线段 就是呢 这个坐标里面 这几个点都代表什么意义 下面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坐标系里面 这三个坐标R C5都是如何定义的 首先看一下 如果把它变成球坐标了 仍然这是圆点 然后这个坐标R代表什么 这个R就表示空间某一点P 到圆点O 这个距离就用R去表示OP 线段的距离就是我们说的R 这个R取值能取多少呢 它能够从0到无穷大 都可以 这个P点可以无限的远 所以这是距离R 再来看 球坐标系里面 这个θ和φ是如何定义的 先看这个θ 这个θ角啊 它是定义的什么呢 是这个线段OP 它和直角坐标系里面 这个Z轴之间的夹角 就定义为θ角 这样是直角夹角 θ角这个取值 是从0 从这个开始逐渐变 变到π 就是从这个 这个Z轴上面 正方向变到Z轴下边 这个值 这是取值0到π 这么多 再来看φ角 是怎么规定的呢 我们知道这个OP 是OP 在这个XOY平面内的投影 那么φ角的定义 就是这个OP 线段 它和X轴之间的夹角 这个角就叫做φ角 它的取值是0到2π 正好沿着这个Z轴 旋转360度 又回来 这是φ 这个角它的取值 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坐标系 把球坐标里面的R θ和φ 给它定义出来了 怎么定义的 这几个坐标 有了这个定义以后 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直角坐标系里面 这个XYZ 这个坐标 换算成球坐标 看看 它们这两个坐标之间 是如何变换的 X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P点 它的坐标 X应该指的是 这段距离 那如果用球坐标 去表示一下 这个X应该等于谁 等于这个距离R 它乘以谁呀 它乘以 这个这是距离R 这是谁的角 对 乘以 乘以sin in θ 这是这谁的角吗 sin in θ 应该是这个距离 对吧 正好是OP 在这个轴里面的投影 所以是R乘以sin in θ 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线段长度有了 它再乘以cos in phi 就正好是这个X的值 这个分析好了 那Y就好球的多了 Y应该是我们画的 这个蓝色的线段 在这里 所以Y的取值应该是R 乘以sin in phi 这个OPPR sin in OPPR 在Y应该是这个值 再乘以sin in phi R乘以sin in θ 这个值 然后再乘以sin in phi 这是坐标Y 那Z呢 就应该是我们画的 这条蓝色的线段 所以它就更好球了 应该是这个大R 乘以cos in θ 这个R乘以cos in θ 好 那直角坐标系的坐标 XYZ 和这个球坐标 Rθ5之间 怎样换算 我们就知道了 那么这样呢 把这几个放在一起 X等于这样一个值 R乘以sin in θ sin in θ Y等于R乘以sin in θ sin in θ Z等于R乘以cos in θ 把它们之间一整理 就发现R方正好等于 X方加Y方加Z方 那有了这样一个值以后 我们就把这些呢 都带到这个薛定额方程里面 往薛定额方程里面一带 就重新得到了 在球坐标系系下 这个薛定额方程 这是我们前面得到 直角坐标系里面 薛定额方程 把这里面所有的X 或跟X有关的像呢 都用Rθ5去带一下 那这个最好的是什么呢 这个势能像这一侧 势能像这一项 这个距离呢 跟号下 X方加Y方加Z方 就变成了一个大二项了 往里面一带 经过一整理 我们就得到了 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 就是经过坐标变换以后 用球坐标 表示的薛定额方程 看起来比刚才那确定额方程 更长了一些 看上去好像很复杂 但即使很复杂 也要这样变换 这样变换以后 就更容易解了 这一项就只和距离R有关了 所以球解起来就更容易了 我们说坐标变换 是球解确定额方程的第一步 那么变量分离就是第二步 所谓变量分离是什么呢 那么解确定 解球坐标的时候 我们说 利用解确定额方程 球坐标下的确定额方程 你求出来的波函数 应该是关于三个变量 RZ5 这样三个变量的一个函数 刚才是直小坐标系 所以这个波函数Persi 是关于XYZ三个变量的 现在我们求解的是 球坐标系下的 确定额方程 得到的波函数Persi 就是关于三个变量RZ5 这样一个多变量的函数 好 现在继续谈变量分离 什么叫做变量分离呢 就是刚才把这个三个变量的 偏微一分方程 确定额方程是关于RZ5 这样三个变量的偏微一分方程 把这个偏微一分方程 给它分解 分解生成三个单变量的 长微一分方程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长微一分方程里面 分别只含有一个变量 分别含有RZ或者是Phi 这样呢 我们说原先的一个三变量的方程 就变成了三个单变量的方程 这一变成单变量的方程 方程以后 一求解就更容易了 分别求解这三个长微一分方程 就得到了三个 关于变量RZ5的单变量函数 这个单变量函数 我们分别用大R 然后括号R去表示 也就是说 这个函数只和这个R有关 这个大Z 然后Z呢 这样的单变量的函数 只和Z有关 这个大Phi 只和变量Phi有关 这样呢 我们就求解了 求解得到了三个单变量的函数 那么这个波函数 Psi应该怎么表示呢 波函数Psi 它是关于三个变量的 这样一个函数 它应该等于这个大R函数 乘以大Z 然后乘以大Fi得到这样一个函数 最后确定了方程呢 我们就这样来求解这个过程 这里边这个大R这个函数 它只和R有关 也就是说 只和这个电子某一点到这个原子核 这个距离R有关 只和电子与核之间距离R有关 我们把这个大R啊 称作波函数的镜像部分 跟角度没有关系 只跟距离有关 所以它叫做波函数的镜像部分 而下面这个大Z函数 只和角度Z有关 大Fi呢 只和变量这个Fi 这个角度有关系 我们另这样一个函数 另大Y的括号 下面两个变量Z 它等于大Z这个函数 乘以大Fi这个函数 另有了这样一个函数以后 就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大Y这个函数 只和角度θ还有Fi有关 跟距离R没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这部分这个函数 或者这个大Y的函数 称作波函数的角度部分 这样呢 前面这个波函数Persi 就可以分成这样两部分了 大R乘以一个大Y这样的函数 所以把波函数就分成这样两种部分了 那么呢 这个波函数我们说大概的意思 怎么样的进行坐标变换 怎么样的进行变量分离 然后最后求出来的 它是关于三个变量 这样一个函数 那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在求解这个三个 长微分方程的时候 我们说了 关于R setify 给它进行变量分离 得到了三个长微分方程 在解三个长微分方程 得到三组函数的时候 要引入三个变量 三个参数 不是变量啊 引入三个参数 N L M 引入这个三个参数 也就是说 只有当这三个参数 N L M 它们取某些特定的值的时候 你求解出来那个方程 大R 大费才是有合理的解 才有正确的解 这样呢 也就是只有它们 取某些特定的值 满足某些特殊的要求的时候 你求解出来这个波函数 Persi才是合理的 你要讨论的那个波函数 能够和你所要研究的 粒子空间的区域 建立起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波函数 好 现在呢 我们得到了波函数 Persi是关于三个变量 R setify的函数 都知道了 同时呢 在求解过程中 我们也知道了 你必须要引入三个参数 N L M 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 因此最终得到的波函数 Persi 它应该是一系列的 三变量 R setify 三参数 N L M 这样一个函数 Persi 然后呢 有三个变量 三个参数 这种特定的波函数 Persi 它才是有意义的 它等于大R 乘以大θ 乘以大φ 这是我们得到的 具体的看几个波函数 求解的例子 那这几个例子呢 是最简单的几个波函数 Persi 100 这个10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三个参数 N L M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根号下π分之一 然后括号A0分之Z 括号的二分之三次密 E的负的A0分之Z分之R 这个就是一个波函数 是100这个函数的 这个波函数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ES轨道 就是我们ES轨道的波函数 再比如说 这还有个波函数 Persi 200 它呢 等于前面 这些 我就不 AS个念了 等于这么多 到这里以后 A0分之Z R 有了一个R 然后E的负的 2A0分之ZR 有这样一个值 这就又是一个波函数 求解的 也就是说 这个也是一个合理的波函数 求解 它有确定的这个三个参数 在这里面 这个轨道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那个2S轨道 这是我们求出的波函数 再比如说 咱们再看 这个轨道 Persi 210 它等于 前面呢 这个我不念了 它等于R 乘以E的 负的 2A0分之ZR 这有距离R了 就是有这个变量R了 之后 它还有一个 Cosin θ 这又有角度部分了 这是我们 求出来的 对 有同学说了 这应该是P轨道 它不只是P轨道 它应该是 PZ轨道 这就是我们说的 2PZ轨道 它的波函数 这是呢 几个最简单的波函数 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 由薛定谔方程 求解出来的 描述电子运动状态的 这个波函数 在量子力学上 称作原子轨道 刚才我说了 ES轨道 2S轨道 2PZ轨道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波函数 它称作原子轨道 那 有些时候啊 注意 有些时候 波函数要经过 线性组合 才能得到有实际意义的原子轨道 你求出一个波函数 放在这了 它这个图形不能够跟我们实际意义的进行配套 只能怎么样呢 再重新进行一下线性组合 才能够得到真正有意义的这个原子轨道 这是呢 求解方程 那么原子轨道可以表示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就是这个原子轨道 为什么呢 具体的原子轨道 这个波函数 它有一定的图形 这个图形正好和电子在某个区域出现的区间挂钩了 所以这个原子轨道就可以来描述这个核外电子 它的运动状态 这要明白 为什么能够描述 就是这个原因 它这个原子轨道和经典轨道意义是不一样的 原子轨道 注意 它是一种轨道函数 确实说就是一个函数 然后所以呢 因为是轨道函数 有时候也称作轨函 原子轨道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图形能够描述电子在这个空间出现的块区域 所以它叫做原子轨道 这就是为什么原子轨道能够描述电子运动状态 求解出每个原子轨道的时候 我们说求解出每个原子轨道波函数ψ的时候 对应的都应该求解出一个特定的能量E 跟这个波函数ψ相对应 刚才也说了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对于氢原子来说 这个能量求解出一个轨道以后 就能够求解出一个能量E 这个E等于什么呢 E表达是负的13.6EV 这个这是一个单位 这个不是某种 这是一个单位 乘以N方分之1 这里边这个EV是一个能量单位 它呢叫做电子伏特 对 这个N呢就是我们 N是什么呢 是我们在解波函数的时候 需要引入的一个参数 就那个 就是那个N 注意啊 这个N 大家都知道 N我知道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 那么这个N是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在求到镜像部分 求有那个大R函数的时候 引入的一个参数 N就是这样求出来的 从上面前面 从上面 我们给出的这三个 那波函数的例子上面 我们看到 波函数啊 可以表示成两个部分 前面我们也说了 一个大R 还有一个大Y 把它角度部分 镜像部分 给它区分出来 镜像部分是大R 角度部分是大Y 那么我把这些部分 带到我们前面 给出的那三个例子里边 看一下 前面第一个例子 波函100 这个式子这样写 看看 这是它的波函数 具体的表达式出来了 又知道 波函数可以表示成两部分 大Y和大R 镜像部分和角度部分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面 你有没有找到 角度部分呢 看一下 有没有角度部分 或者有没有θ 或者φ这个参数 没有 我们只找到了 跟R有关的一部分 那这部分 我们称作镜像部分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ES轨道来讲 它呢 跟角度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球形的 这是一个镜像部分 那么呢 要 我们要求什么呢 要求你能够 如果给出你一个波函数 我说了 不要求你求解波函数 但是要求再给出一个波函数 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要把哪部分是镜像部分 哪部分是角度部分 给它区分开 那这个画红线的 就是镜像部分 跟R有关的 再比如说 我们刚才看的第二个例子 波函200 这个式子里边 这个式子里面 哪是镜像部分呢 这一部分 凡是跟距离R有关 跟这个变量R有关的 这一部分 都是镜像部分 那么在这里边 仍然没有角度部分 没有θ和φ这两个参数 所以这个2002S轨道 它也是球形的 它跟这个角度 也是没有关系的 再来看 这个波函210 也就是我们说的RPZ轨道 这里边要找清楚 哪是镜像部分呢 对 跟R有关的 这个RE这一部分 它呢 是镜像部分 这个时候就发现了 这有一个变量 谁啊 θ 所以呢 这个cosθ 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做的波函数 里面的角度部分 就一定要把这两部分 镜像部分和角度部分 虽然不要说你解 但是你要能分清楚 哪一部分 至于前面这个呢 称作规划因子 在这里面 再强调一下 我们并不要求去求解 薛定额方程 但是你要了解 求解薛定额方程 这个过程思路 是怎么得到的 同时你要了解 最后得到的一个波函数 Persi 它是关于三个变量的函数 而且波函数 Persi的下角标 100 200 210 这些参数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要求必须掌握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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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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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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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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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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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